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 境界转不了你了 转不了你的时候 你就可以转境界 这是论言经常讲的 若能转境则同如来 什么人不被境转而能转境呢 语言叫粗诸菩萨 粗诸菩萨有什么本思呢 给诸位说 就是六根结出六成境界 不分别不执着 不起心不动念 那就是原教粗诸菩萨 就超越了识法界 起心动念 就把这个境界变成了识法界 分别执着 就在识法界里头 又变成六道轮回 那就越来越糟糕啊 所以物 这个物就是知己 就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你要在这个清除明了里面 去建立 以为自己有知 以为自己有知 这就坏了 以为自己有知 这就是无明了 无明的意思 不觉心动 我以为我以为自己有知 我以为自己有知 这心就动了 这其心动念 其心动念就是无明笨 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 无明没有开始 所以叫无时无明 无时生思根本 无时菩提涅槃 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呢 说明什么叫无时啊 这个意思很深 一定要很细心的去体会 因为你有一任 好了 你本来是在物中 本来是觉悟的 这一任呢 就错了 你在那个觉悟当中 迷了 物中的心是清净的 是光明的 是不动的 迷了 你在这个境界里面 其心动念 你心动了 这就迷了 迷了之后啊 就现象 这个象就改变了 主要知道 这个物中的象啊 佛经上讲的 大光明藏啊 所以它是明的 光明的 可是一念迷了之后呢 光明就没有了 毁昧 毁昧是黑暗的 所以第一个现象的时候呢 明相失掉了 在无明里面呢 我们的现象 是不是无明呢 是的 太空是黑的 你看现在如果说 我们把日月灯拿掉 这个现象就先前了 日月灯拿掉的时候 所以就漆黑一片呢 毁昧为空 这个现象从来 迷的象 如果要是物的象啊 这个象是光明的 不需要日月灯呢 本来光明啊 佛法里称之为大光明藏啊 所以迷的时候 它境界变了 自信本明啊 变成无明了 变成无明了 空悔美中 你在这个 黑暗的时空当中 这又打妄想啊 打好妄想啊 它就变现象 就变现象 变什么现象呢 就变 就物质就出来了 在法相里面讲啊 妄想是见分的 见分 它要紧 实在讲 它没有东西可见 于是在 毁昧之空里面 见暗为色 就变成这个物质了 其实我们晓得 这物质是假的 不是真的 不是波动的现象 那么见要紧 这个见的念头 越来越强 越来越固执 越来越坚持 这个波动的幅度 就越大 那么这就是 就是现在所讲的 从这个基本粒子 组合成电子 再组合成原子 组织成分子 组织成了万物 什么人 在这里 主宰在主人 的妄念 都是从妄想生的 这是从见分 变成了相分的 可是主要知道 见分跟相分 都是从毁昧之空里头 变出来的 所以无明是 一切万法的根源 一切万法的根本 无明是自信不绝 变现的状况 他的体力就是自信 就是真心 就是本心 真的是一念不绝 我们迷失自信 很久了 这个很久就是 迷失以后 念念都迷 我们看的是 迷惑的相识下 念念都迷 真的是 无量皆来 我们念念都迷 有没有可能绝呢 当然有可能 如果一绝了之后 你念念都绝的问题 马上就回复了 就解决了 就解决了 跟你讲的 无明是无实 无实就不是真的 要有实有终 那就不能说是假的 没有开始 这个现象是 是刹那生灭的现象 迷是那个一念迷 绝也是一念绝 我们今天听到佛法 仿佛好像有一点绝的味道了 为什么还绝不过来呢 这一念绝了 这一念绝了 第二念又迷了 怎样保持第二念不迷呢 绝了要放下就不迷了 放下什么呢 放下一切妄想分别之主 就不迷了 这叫从根本上放下了 从那个能变现幻象的 那个地方放下了 从四上放下不行啊 我们今天讲的时候 谈成吃慢 谈成吃慢放下 行不行的 那你是对一些自在 是对一些好处 可是你境界转不了 因为你是从职业上放的 不是从根本上放的 职业上放的地球 可以减轻你负担 也就是减轻你的烦恼 减轻你的恶报 有这个好处 放下贪成吃 这最明显的 就是放下三窝道了 你在六道里头 不会跺三窝道 这不是就减轻负担吗 减轻烦恼吗 可是你没有办法超越六道轮回 没有办法超越舍法界 所以这个放下 要从根本放下 根本是什么 念头 七心动念 如何能够 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 这个话我们讲习当中 讲很多遍 但是大家很不容易体会 要学个什么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知足 这是从根本方向 不要从知之业 知之业业上 没什么大用处 我们眼见色相 张开眼睛 见外面的现象 能够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我们的见 就跟诸佛菩萨的见 没有两样 我们用的是见心 见外面是色性 这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 这是用饮食 见外面的叫色尘 尘是比喻 尘是污染 你一定会被外面境界污染 也就是说 你一定会被外面境界动心 动什么心呢 动分别心 执着心 贪嗔吃慢的心 你会动这个念头 这就说 心被静转了 自己在境界里做不了主 被境界转了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境界转不了你了 转不了你的时候 你就可以转境界 这是任言经上讲的 若能转境 则同如来 什么人 不被境转 而能转境呢 原叫 初诸佛萨 初诸佛萨 有什么本思呢 给诸位说 就是六根 解除六臣境界 不分别 不执着 不起心 不动念 那就是原叫 初诸佛萨 就超越了 十法界 极心动念 就把这个境界 变成了十法界 分别执着 就在十法界里头 又变成六道轮回 那就越来越糟糕啊 四诸真相 就是这么来的 皆暗微色 这说明 宇宙怎么来的 世界怎么来的 阿 尼 陀佛 阿 尼 陀佛 阿 尼 陀佛